一般来讲我们这个蒸汽管有时候出现好上面它会冒水泡 大家有可能就这一段这一颗这一颗铜头它掉了松脱 因为它这个铁肤弄的管有没有已经松掉了 那我们要怎么维修 我先上去 要把那个助推把它往下拉 拉下来这个管子有没有一直往下拉 如果有夹子的话更好就夹把它整个拉下来拉一小段有没有管子跑出来了 把这个这一罐有没有这段管子再把它剪掉 这个铜头有没有再重新把它套回去后再把它压回去 整个作用大概就是这种模式 就是这个是铜头这个铜头 这个如果是通出来管子长一点 把它挤回去把它挤回去再把它拉回去 把它锁拉回去以后是产生这种现象 会有一个有一个盾在这边 这样就完成了 这个铁股肉片 就完成了 这个铁肠肉片 就是这样的铁肠肉片 就是这样的铁肠肉片